魔术是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演艺术 似乎只有你想不到而没有魔术师做不到的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五个神奇魔术背后的神秘面纱 千万别眨眼哦 奥利奥饼干魔术 两块中间没有夹心糖的奥利奥饼干 魔术师只要扭一扭就能变出夹心糖来 这是什么神操作呀 中间的糖其实并不是我们常见的糖心 而是一种特质的糖 它遇到空气就会膨胀变大 魔术师只要悄悄将它夹在两块饼干之间 等它与空气反应膨胀就能制造出无中生糖的假象了 镜子魔术 大街上这个人身上的衣服竟然能照出后面的景象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可是利用了高科技产品呢 在它身后有一台数码相机 身上衣服胸前的地方是能投屏的 相机记录的景象就是投放到胸前的绿幕上了 瓶子魔术 将手机塞进矿泉水瓶的魔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仔细观察瓶子并没有任何洞口 那魔术师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就藏在瓶子的贴纸处 魔术师故意在贴纸处塞进手机 其实这里已经事先挖好缺口了 不过当路人撕开贴纸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当路人撕开贴纸时 胶水会粘在瓶子上 路人就察觉不出来了 纸牌魔术 日本魔术师 Jackie Roo带了一个神秘的道具 这个道具竟能变出评委选中的纸牌 真的这么神奇吗 当然不是 小伙伴们可要看仔细咯 在评委选好纸牌后 魔术师就将其藏在了手掌心 然后悄悄地放进了道具里 后来魔术师又将这张纸牌变成了另外一张 也是利用了这种偷天换日的套路 只要事先将纸牌藏在手里 想变纸牌就一如反掌了 饮料魔术 魔术师手里拿着一大瓶牛奶 却能倒出各种各样的饮料来 比如啤酒 柠檬水 有些人以为魔术师在牛奶瓶里装了机关 但是魔术师将纸瓶子撕开 里面却空空如也 事实上 牛奶瓶子里装的并非牛奶 而是水 真正做手脚的地方 是魔术师准备的玻璃杯 杯底有着各种无色透明的化学粉末 这些粉末一遇到水就会产生化学反应 变成各种颜色的饮料来 你还想知道哪些神奇魔术背后的秘密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在下方留言点赞 转发和收藏 就会收到我们每日推送